好好 然然 别忙了 洗洗手吃饭了 怎么了 然然 快快快 是不是吃得不好了 快 坐坐坐坐 怎么搞的你这是 我也不知道 最近呢 又总是头晕 恶心 想吐 又想吃酸的 又想吃辣的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不用了 我觉得 我可能是随了妈的心愿了 你什么意思 然然 怀孕了是吧 是不是怀孕了 你说你也是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好好你也瞒着我 我不知道啊 你当然不知道 对吧 我怀孕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惊喜 感觉你十分惊吓呢 我这当时是十分惊喜的表情啊 夏燃 你真是太有才 瞧那耍样 这怀孕 跟有才没才就没关系 妈 我就是太高兴了 此不大意 没关系 侯侯 人家现在十分理解你的心情呢 理解万岁 妈 你看下人都已经怀孕了 您就放心了 您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 西班牙那个大宝贝了 不然姐要说您偏心了 好 也是啊 你说家里这碗水吧 还真的要一碗水端平 哪一个碗都不能散 要不这样 我这两天啊 我回去一趟 把身体擦完了 我就赶紧回来 好好 你看看让你姐给我订票 还你给我订票 我订就行了 那好 您看订哪天的 妈 怎么了 你先坐 没事 没事 可能太高兴了 有点激动 好好把那药给我拿来 来 来 没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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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毛病了 好好 订后天的 好 行 没问题 我现在就给您订啊 来 来了 这儿 夏冉 老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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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呢就是 我之前本来要跟我前男友结婚了 这都是板上钉灯的事 谁知道他关键时刻呢 放鸽子跑了 我也找不到他在那 后来吧 我就去他租的房子去等他 每天找他 之后我就干脆住进去 手术带兔 我本来以为他能回来给我一个准确的说法 结果也没有 没有任何音信 巧的是啊 金正豪是他室友 所以我们俩每天就能见到 刚开始的时候吧 我们两个三天两头的吵架 我看他不顺眼 他看我也不顺眼 天天黑一张脸 就跟我欠他八百万似的 你知道他当时特别像什么吗 就像 就像失恋以后被伤得很重的样子 那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我们俩就成现在这样了 聂大夫 我跟你说这么多 你不会烦吧 怎么会呢 真为你高兴 合适的时候遇到了对的人 还好吧 其实 其实我们老板冷超呢 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他对你啊也是一往情深 你有没有想过跟他深入地交往一下 看一看 我先回去了 你也回去了 内大夫 你也来不再见啊 这个女神 够高冷的啊 这是真的 燃燃 这真的这是 妈太高兴太高兴了 这下我可彻彻底底的放心了 好 什么事啊 那么高兴 好好 你看 我要当奶奶了 你看她 兴奋都合不拢嘴了 好好 恭喜你 你要升级当爸爸了 妈高兴死了 然然 想吃什么 跟妈说 妈给你做 烤乳猪 烤乳猪 没问题啊 我给你做啊 对了 我要给你姐姐打个电话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电话呢 楼上 我想拿电话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就不用管了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五体投地的炒班围赛 小燃 你真是太靠谱了 没想到你也有这么机灵的时候啊 真 那是 数老半空心 凶小百事通 确实没想到